我是八九年出生,今年二十三岁,周岁。 就2007年2月25号进到富士康。 我最开始的时候在关南,关南富士康。 当初我们参加了半个月的培训,一天一块钱的工资,半个月就15块钱。 好惨,我那时候给我,就五块钱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奢侈。 老大把我安排到一个流水线里面,他说那是对我们一个培训, 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签合同嘛,就相当于那些学生工一样。 然后每个月,没有一个月的时间,半个月发了15块钱。 富士康的模具单位最出名的就是红超准了。 一说红超准,大家都知道是做模具的。 然后我们在里面做的模具,通常都会要经过化学品, 还有药水,当然这些都会有粉尘啊,会有那个沙子,会有钻石,钻石沙,研磨,是做研磨的。 然后会通过,还有棉花,会通过鼻孔啊,嘴唇啊,进入到里面,进入到肺部。 然后我们很多人体检的都会有一点点异常。 药水,我们模具药水,接触的话会对女生有那个不孕不育影响的。 它有标识出来吗? 有标识的,有标识的。 但是我们的防护措施做得非常不好,是一次性的口罩,就是一天戴一次就要扔掉的那种。 所以就给我们主管,就是说,要改善一下我们的口罩,去买那种,购买那种活性碳的。 但是他,他说,有,有在购买啦,他说你不用担心有什么沉肺病。 就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接触的那种,路上的沙尘都没有问题。 他拿那个路上的灰尘和那个工业粉尘做比较。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册子,关于工伤病,那个沉肺病的一个小册子给他看。 他看了以后,他说你从哪里弄过来的这个东西,然后就开始翻我的抽屉。 然后我们的老宝鞋也都是有点点烂。 就是它是那种胶的嘛,通过药水它慢慢的也会腐蚀掉的,但是也没有看到更换过。 然后他一般会指责我们,你们不好好穿啊,干嘛的。 他不会觉得是到该买的时候了,他不会这样子觉着。 可能也是一个降低成本吧。 当然他们对我们来说,就是说你放心了,现在已经在购买了,但是实际上就没有行动的。 他说那后来有一次开会的时候,我就提出来,我说我们该买口罩。 然后他就反驳我,他说你怎么管的事情那么多呢? 我说我们的生命危险,我们为什么不管? 你说的这个模具,对这个肉体上,那个伤害是非常严重的。 像我们都要穿个铁鞋的,但是穿上铁鞋也会砸到脚。 我记得有一个同事就砸到脚了,模具从那个天车上掉下来,砸到脚了,但是脚受伤了,就是报的并价。 修的是并价,没有工伤。 没有赔偿,因为并价嘛,他只是给你70%的工资。 然后主管首先就让他写检讨,就首先先问,他不给我们报工伤,他说你一定不要报工伤。 他直接说出来,你报工伤对我们主管会有影响,会影响绩效,影响整个部门的绩效之类的。 他会拿整个部门来去威胁,你就觉得你不要因为你一个人影响我们所有的员工。 他会这样子说,其实没有,只是影响他主管的而已,主管会跟着受牵连。 然后还让他在大家面前写检讨,公正的站在那里。 各位同仁大家好,今天发生了一起工作上,他不会说共伤,就说我自己犯了什么错误, 然后因为我的工作疏忽,对我们部门造成了什么影响,然后我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抱歉。 这很有委屈啊,我觉得明明不是自己的错,却把所有的错拦到自己身上,没有补偿,没有安慰,还要向大家道歉。 好疯狂。 有一个女孩子,她拿着那个刀,这样子把这个手,把这个手就这样子割掉了,割出来,都漏到骨头了,没有,当然没有割掉,还是工作。 没有报工伤,也没有报病假,还是这样工作。 发生工伤事故,一般责任都是不在主管,不在部门,不在工厂,全部在我们个人。 我们做一个苹果产品,它的一个苹果产品就将近四千多五千多的样子,只是仅仅是一个手机size。 但是我们工人得到的只是千分之一的那个工酬而已,其他的都不是我们得的,我觉得我们付出的很多啊,但是我们得到的就还是,这一拳他们都是农民工啊,都是打工的,打工仔,打工妹啊,都得不到一些尊重啊,我们应有的,应有的一些价值观都被别人给否决掉。 感谢观看